大选后第三天 五国新政府依旧还没出炉 国家皇宫决定把最后通牒 再延迟到今天下午四点半 也传召了国门和西门的首相人选 丹斯里慕尤丁和纳杜斯里安华入宫觐见 但是一直到傍晚的六点 依旧悬而未决 安华出宫时只是向媒体表示 元首还没有决定首相人选 而皇宫随后也发稳告 审布会在明天 传召国阵30名后任议员觐见 我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首相难产僵局 国门和西门依旧处于拉锯战 截至下午两点半大线已到 新政府依旧还没出炉 中午十二点零六分 出过一趟门的国家元首 苏丹阿都拉陛下在回宫的时候 告诉助手媒体 他也还在等待国门和西门的汇报 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和理性 再多给一点耐心 随后国家皇宫在下午三点五十分发文告 表明依然没有任何国会议员获得简单多数支持 因此把大线延迟到四点半 并召见西门和国盟两位党魁 也就是安华和慕尤丁入工 时间来到下午四点 慕尤丁和安华先后抵达皇宫面胜 和元首商谈超过一个小时 慕尤丁随后乘车离开皇宫回家 没有对媒体发言 之后安华就满脸笑意走出皇宫召开记者会 表示国家元首还没有定案 但希望能看到国家 由一个强大和包容的政府领导 没有任何决策 没有任何决策 现在没有任何决策 现在没有任何决策 而开吩尤丁 离开吩尤丁 安华也说 已经提交了支持证明 如今就等待元首决定 他再次声称 西蒙已经掌握简单多数议席 并不存在筹组少数政府的争议 随后在傍晚六点半 国家皇宫发出最新文告 会在明早十点半 召见三十名国阵代表 以判断哪个首相人选 获得最多议员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